有请运动员登场 运动员介绍八道刘亚新浙江 下面进入到的一个竞赛单元是女子100米洋泳的决赛 八道刘亚新来自浙江 这也是在亚运会当中获得200米洋泳冠军的选手 他的队友同名是在一道登场 山东队的郑玉佳2005年出生 在这个单项里面也是年龄最小的选手 广东队的汪雪儿今天在二道来参加这场决赛 六道陈杰湖北奉赛 湖北队的陈杰也是这个项目的全国冠军 陈杰在国内赛当中经常是可以游出59秒加 也就是一分以内的成绩甚至曾经来到过59秒小 今年呢他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了东京奥运会这个单项的比赛 万乐天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女子洋泳选手 2004年出生 今年的测试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 里约奥运会100米杨勇的同牌获得者复员会 虽然现在竞技状态有所下滑 但仍然是保持在一分以内的成绩 非常的不容易 彭旭伟 湖北选手也是晋级成绩最快的 今天在四道登场 彭旭伟在昨天的半决赛里面 也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 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9秒78 昨天的半决赛又出了59秒27 其实在国内比赛里面 能否打破一分大关 是区别顶尖选手和一流运动员的 一个关键的分界线 在半决赛当中 我们很开心的看到有三位选手 都是跨过了一分的关卡 三四五道 万乐天 彭旭伟 合复员会 比赛开始 三道的万乐天率先出水 转身之后 万乐天 彭旭伟和复员会排在前三位 彭旭伟的水下反决赛用腿 确实利用的更加的充分一些 还有25米 彭旭伟已经开始加速了 现在彭旭伟隐约的已经超过了万乐天 万乐天前程冲的太快了 有点回不来 有一些降速 彭旭伟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 这枪也确实游得很出色 59秒31 这个成绩也是几乎达到了个人最佳水准 这样在这场女子一百米杨勇的决赛当中 湖北选手彭旭伟 获得了冠军 江西的小将万乐天拿到了银牌 浙江的老将复员会获得了铜牌 其实在前75米 万乐天一直是保持第一名的牌位 这位小选手呢 其实现在也在慢慢地积累自己的比赛经验 只有在不停地这样的大的场合 大的场次当中去多游多冲 自己的成绩才能够涨上来 才能够真正地去更细微地调整自己的体能分配 获得前三位的选手 也是在今天的决赛里面仅有的三位 游近一分以内的运动员 他们的水平呢 也是跟其他的选手相比 确实要更加领先一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